实在不好意思 本来说我不想说话的 没事 您说 我觉得有用的东西要跟大家说 因为在两天之前 我晚上休息的时候 自己看了一个很优秀的演出 我就截了几张演出的图 发了个朋友圈说 今天我又去世了 就是好听死我了之类的 然后第二天 西川老师就跟我说 你不能这个样子说话成立 你讲话要避秤 我就跟他打哈哈 我说这不能当作 看透生死的日常练习吗 哈哈哈哈 然后他就很严肃地跟我说 他觉得以前 我念出来啊 他说我原来也无所谓 但看透生死是一回事 避秤是另一回事 然后我就 我说好 那我说话开始避秤 然后我搜了一下 他秤 秤字是什么意思 秤字的意思是 相信预言会实现的意愿 他总结为死亡情节 是不当作为死亡的一个宝贝 咱们才是个宝贝 我看到他们色彩的 都能连死过来 除了 没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